哈喽我是你们爱的Ruby 今天是不是穿的格外华丽呀 没错今天是你们期待很久的 年度爱用物彩妆TOP25 其实我原本想出TOP10的 但总结的时候发现 今年好用的东西真的实在是太多了吧 而且我在做美妆博主的第6年了 我今天出的是第一期年度爱用物彩妆 我觉得这篇视频你们一定要收藏 因为在现在我真的是特别有经验 在选择这些彩妆们 而且今天分享的东西都是 就是我这一年以来使用频率最高的 好用的单品们 建议所有人收藏此片视频 我觉得小白也可以跟着我一起种草 那么感兴趣的话 我们就一起开心的种草吧 整个视频我会按照化妆的流程来说 首先第一个当之无愧的是 Bobbi Brown的橘子妆前茹 是我今年最爱的 在发现它之前 我几乎上底妆都会出现卡纹卡粉的现象 因为我是一个超级大干皮 一年四季我自从用了它以后 你看我们的底妆是不是很服贴 就是那种奶油肌的效果就有了 就算用那种很干的粉底液 用了它以后 底妆也不会脱妆和卡粉的现象 而且它的味道真的是非常好闻 这一点是给每个早上起步来的女生 强烈安利 早上在上妆之前呢 闻到它的香味 我觉得提升醒脑 这一关也是我空瓶了好多个咯 强烈安利 今年最爱的粉底液呢 有没有人知道我喜欢的是什么 弹幕在公屏上 我相信真爱粉应该都知道吧 我给你们安利过很多次的 DW粉底液 这个呢我自己喜欢用的是 EN0和EC0色号 我一年四季就算去海岛我也会用它 因为它非常的服贴和持久 因为它是那种素干型的粉底液 就你一定要用对手法 是少量多次上妆 然后快速拍开 像我今天用的也是它这个粉底液 我一般呢 EN0是比较自然的肤色 EC0的话 我会参加活动的时候用 像我今天会把EC0亮点的颜色 打在梯子去 可以让脸喷弹起来 推荐给那些觉得底妆不服贴呀 或容易卡粉的妹子 它其实是油皮情嘛 但我是一个大干皮 我用下来也是不错的 只要你快速拍开 而且它是你上的比较薄的话 它是不容易出现那种卡纹的现象 我爱它是因为它越夜越美丽 我每次参加活动呀 或者是拍照的时候啊 到晚上的时候脸是微微的出一点点的油 刚好恰到好吃 就是那种奶油肌的效果 完全出来了 真的我永远的爱 不知道明年说不定还是它吧 遮瑕呢我这次会分享两个 一个是稍微贵价一点点的 其实两个价格我觉得好像都差不多吧 今天我要说清楚啊 我没有特别按照价格来跟你们分享 因为我觉得好用的东西跟价格不挂钩 但是有些贵一点东西确实是好用 我先说说这个 我今年最爱的这个也是马上要通平的 CPB的遮瑕 我今天也在用的 你们应该看我的视频经常有用到的它 它是比较奶油肌的质地 因为我之前在遮瑕这方面选择 我是需要它有遮瑕性 但是又不能太干 我的眼下纹你们知道的是越发的 明显了 但是用了它以后 我觉得它稍微还可以 但它遮瑕力啊 可能没有我之前前两年喜欢用的那个 麦克的遮瑕盘好 但是我觉得也还不错 就日常用它是完全OK的 而且脸上有一点那种暗斑的话 用美妆但这样它直接快速拍开 薄薄的一层效果也非常的好 就有点像遮瑕力厚一点的那种粉霜的质地 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毛哥平的遮瑕 这个呢我推荐给油皮 干皮档渗入 夏天可能可以 冬天的话你真的要做好保湿 像我就只敢就是二次底下的时候涂一下 如果用它的量太多的话 冬天的话我会严重的卡纹 但它的遮瑕性真的是非常的好 比这个CPB的还要好 如果你的瑕疵比较多的话 我推荐毛哥平的这一盘 而且它的颜色是比较浅的 用作脸颊的提亮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干皮推荐CPB的 油皮推荐毛哥平的 底妆最后一步呢是定妆散粉 今年我的最爱呢是兰蔻持妆散粉 这个呢我去海盗的时候也有带它 它的持久性真的是非常的好 很多妹子担心扫了粉以后出现卡纹的现象 但它因为它比较轻薄 然后它那个粉浦直接按压 像我今天用的也是不剥的一层的话 其实还好 像我前几年几乎都是只有在出门 或者是出院的时候才敢定妆 但自从用了它以后 我真的发现了新大战 脸能在亚光状态好看的情况下 但是又不卡纹 你立案立给你们 如果没有用过的话 真的可以尝试一下 我觉得化妆小白除了底妆以外 一定不能少的就是眉笔了 眉毛非常的重要 我只要化了眉毛 整个人都会变眉很多倍 因为我是一个无眉心人 我觉得最好用的今天也是分两个 一个是植村秀的砍刀眉笔 我觉得应该是很多博主也都很爱的 明星化妆师也非常喜欢用它 但它唯一的不好就是要自己来削 它一定要修成这种斜头砍刀的形状 才会好化 化出这种根根分明的眉毛 像我今天就用的是它 真的所有颜色都好用 另外这个是评价一点的日系眉笔 这个我也是前几年就在用它了 之前是出国旅游的时候买得到的它 但现在我发现门口的全家便利店 就已经有卖它的了 它真的是非常好用 一边是带眉刷 另外一边这个眉笔呢 可能稍微头不会像这个这么好画 但是呢它的颜色是不会那么浓重啊 上色 所以你画出来是比较自然的推荐 因为我是无眉心人嘛 所以我在毛流增长这方面会特别的注意 我一般呢会用染眉膏和睫毛膏 我呢染眉膏前几年比较喜欢Case Me的 因为它比较平价 而且颜色选择也比较多 但今年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用的 给毛流比较稀少的妹子啊 推荐这个OGLAS的染眉膏 因为它的刷头呢是一边长一边短 化妆视频也给你们分享过 长的这一头就很适合我们这种毛流比较少的妹子 刷起来的话不容易结块 像之前Case Me的那些我用完了以后 眉毛完全结在一起了 而且眉毛里面也会染上颜色 就会不好看一坨一坨的 不知道你们有这种感觉啊 这个真的很好用 就手残档特别推荐 另外的话就3CE的这种千细睫毛膏 前几年我喜欢用月室分盈的 今年我发现了3CE的这个也很好用 像我画那种泰式妆呀 或者是欧美妆的话 因为我眉毛实在是太淡了 用睫毛膏这种清晰的来刷两三遍的话 效果会更佳 因为它可以刷的更长更浓密 到了激动人心的时候 是我最爱的眼妆部分了 因为前几年的话我特别喜欢出欧美彩妆分享 就买很多欧美彩妆那种眼影盘 但今年我不知道你们有发现啊 2021年我出女团妆会比较多 韩妆的风格会更多一点 就眼妆眼影随之变淡了 但今天我专门稍微画的稍微浓了一点点啊 就是我以前和现在也很爱的一个风格了 但是我发现大家好像是不是喜欢我淡妆啊 喜欢我韩妆 还喜欢这样稍微浓重一点的眼影呢 对于眼影盘啊 家里应该有几百个吧 四五百应该有了吧 亲爱的 有 超级多你知道吗 我的彩妆里面我敢说眼影是占的最大一部分的 所以经验之谈啊 分享给所有小白学生党上班族最好用的一个韩系眼影 这个是我今年发现的中间这颗颜色已经被我掏空了 因为它带一点微微的细闪 眼窝是有点凹陷的嘛 用它来打底真的是非常好看 我是外出旅游的时候都会带着它的 因为这一盘颜色比较百搭 就是那种大地色系的 我觉得所有人都可以用得到它 如果你是一个就是不会画眼影的妹子也推荐给你 因为它的颜色显色度比较低 韩国眼影跟欧美眼影的区别就是它显色度低 而且粉质呢可能稍微细致一点点 而我喜欢用的欧美眼影它显色度浓 所以你要晕染的手法更重要 这一盘的打亮也很好看的 其实本来只想分享一盘的 但是我发现我真的喜欢的实在是太多了 每盘的眼影都是美丽的存在 然后今年呢我发现我最喜欢的一盘欧美分一点的眼影盘呢 这盘呢也是大地色分夜色 很适合秋天和冬天来画 就是黄皮妹子也可以入的那种 今天案例给你们了 我今天画的眼影就用它来画的 是这种橘色系的 NAS他们家的显色度真的是非常好 所以你下手的时候一定要慢慢的把它晕开 而占的量也不要太多 这就是我给你们强烈的建议 你要是喜欢画欧美分的妹子呀 或者喜欢眼影颜色突出一点的 真的这一盘很好看 另外还有一盘哦 因为前几年没有分享年度爱用物 所以这一盘其实应该算是我六年里面 最爱的一盘打亮色 是TF的01号色 它这里面的打亮哦 第一个呢是这种香槟金色的 它是大闪片 用它站在眼睛中间就是那种星河璀璨的感觉 而且我前几年的时候那种参加颁奖典礼啊 或干嘛的时候 我都会用它来打亮 算你用那种韩国评价的眼影来打底 但用了它来打亮以后 你觉得你整个眼睛就是带有贵气 附加千斤的感觉 而且另外这个深色的呢 也可以用它来画眼线 反正这一盘呢 我是任何时候都在我的化妆包里放着的 称之为人生目前最爱的一盘打亮 我突然感觉我今天是不是做的太远了 你们是喜欢我这种靠近你们一点呢 还是喜欢远一点呢 弹幕在公屏上 下一步的眼线哦 其实呢前几年画眼线也不太好 你们应该知道的 2021年有跟你们分享过一个眼线教程 因为我今年发现最好用的眼线笔是这个 Bobby Brown的眼线笔 它虽然稍微贵了一点 但它真的是百分百好用 你们相信我 是在我人生到现在用下来一个最好用的眼线笔 因为它的呢就是比较顺滑好画 它真的是不浴妆哦 因为我的眼睛你们知道的 我的卧蚕是比较大的 而且双眼皮比较窄 就很容易黏着双眼皮上和下眼睛 经常就是到下午的时候 我眼睛下面已经完全都浴的黑黑的了 但自从用了Bobby Brown这个眼线笔哦 是完全没有浴过妆 而且有一天呢它掉在地上 然后我妈去擦的时候 发现啊用什么东西都擦不掉 但只有用卸妆水一擦就掉 又防暈染又好卸的一支眼线笔 真的强烈推给你们 它强烈都结巴了 强烈推荐给你们哦 如果你眼线晕妆的话 不会画眼线的话 第一支眼线笔推荐给这个Bobby Brown 还有一个是我今年发现好用的眼线膏 是这个卢丹式的 是我好闺蜜送给我的 我也是用了好大一块了 因为我觉得就是眼线笔呀 你用起来觉得那个笔头粗细 而且很难掌握的话 用它的话 你可以用一个细一点的那种眼线刷 或我最近很喜欢用的那种小明签 来站着它来画眼线 今天我用的就是它 眼线就得画起来顺滑 然后又防晕染 然后显色度又好 卢丹式的也很推荐给你们 它唯一的缺点就是不太好买哦 它要找代购才能买到 睫毛膏之前不是已经给你们分享过 3CE的那个千细睫毛膏吗 因为我的睫毛是比较短的 我真的是没有毛心人 我连胳膊腿上 我觉得大家需要去毛的地方 我都不需要去 这是我唯一开心的地方 所以我今年也是发现了 特别喜欢贴假睫毛 你们看 我今天也是贴的根根分明的这种假睫毛 前几次爱用物分享的视频 我有分享过我的假睫毛 就是日常比较喜欢戴的 但我一直没有跟你们分享 这个年度最爱的睫毛胶水 我喜欢用的是这个DUO的 它是你就是涂在你那个假睫毛的盒子上 你可以贴完整个睫毛 它也没有干 但是它黏在眼睛上的话 你因为你站的比较少嘛 它很快就可以贴上去 而且它会变成透明的 就是非常好贴 我之前喜欢DUP的睫毛胶 但是我觉得这个会更好用一点 而且这一款呢 我用了一年 最近还刚快用完 强烈推荐 又到了我纠结很久的一个环节呢 就是我们美丽的腮红部分 我家里的腮红也是超级多的那种 真的纠结了好久好久好久 才把它们选出来 首先是我今天扫的这一颗 可能你们日常看我出妆 因为经常是那种灵感妆呀 或者是仿妆 会喜欢用粉色系的 其实我日常很喜欢用这种性色系的 这个呢 是Mac他们家非常火的一颗颜色 它是亚光之地的 真的是日常任何时候涂了以后 就是那种奶奶的元气感 这颗呢是性粉色 真的是巨美丽了 完美的融合黄皮 很显气质显白 因为它的热门度 今年呢 Lisa联名这个系列呢 刚好送了我一颗 也是同一个颜色 就表明它有毒火 粉色系的腮红呢 我夏天用的比较多 但是我推荐给就是长脸的妹子呀 或者你想让面中更加有元气的话 其实粉色会比性色系的 更显气色 更元气一点 我今年最喜欢的用的这个是红地球这一颗 这颗是细闪的桃粉色 它每个角度颜色都不一样的 带着金色的偏光 很少女 而且显色度也是蛮不错的 因为红地球的腮红性价比还挺高的 另外还有一盘 我今年夏天其实用的比较多的一盘 今天我也有扫 我只要用性色的 或者是古铜色系的腮红的话 我都会叠加一下这个 TF的腮红02号色 上脸呢是淡淡的蜜桃色 它因为带着金色的偏光 整体会偏橘调一点 我就今天只在眼下这里着重点了一点点 而且它的显色度也非常的好 压的粉也很实 就算我外出带了多少次 它也没有什么掉粉的那种现象 TF的这块腮红完全就是辣妹必备 对于精致女生的妆面呢 很重要的一步就是修容了 像我仿然出的多嘛 其实对修容这方面 我也是精挑细选了很久很久 2021年最喜欢的鼻影 当之无愧是你们安利给我的这个韩系的小眼影 它呢是一个灰色调的 我真觉得很适合我们亚洲人 你想要有高挑的鼻子 但是又不要那么生韵的话 这颗颜色真的很实在了 像我今天用的也是它 就比较自然 它的颜色不会让你涂上去显得鼻子很脏 很多女生不会修容的时候 就建议你用这种灰调 然后显色度不要特别高的修容色 像我之前几年会喜欢用欧美的 涂多了的话很容易显得鼻子这块脏脏的 这一颗我觉得是性价比非常的高 另外呢一盘是脸部修容盘 这一盘呢是我今年使用频率最高的 而且我外出都会带 因为它的组合真的非常的好 有这种偏黄调的 其实有些花那种元气的妆容的时候 用这种黄色调的修容 像扫发期限的话 韩国女团也比较喜欢 然后下面这个偏灰调一点呢 就很适合扫我们的脸颊 轮廓线的位置 颜色刚刚好 日常出门也不会觉得浓的 而且它里面这个打亮色我也很喜欢 带一点大颗粒的闪片 我有时候会点在我这个鼻头上 或者是脸颊 眼睛下部 眼角都是可以用它的 这一盘真的非常的万能 因为前几年我会喜欢那种欧美的修容盘嘛 但今年我用它真的比较多 日常用它 在你们期待的口红之前 我一定要案例这颗高光 其实高光盘我也有很多 今天也是纠结了很久选择了它 我今天的鼻头打亮就用的是它 这颗我觉得是所有女生都会喜欢的 前几年爱用的时候也跟你们说过它 因为它是一个爱心的形状 它的高光的颗粒会稍微比MAC那些大一点点 它是偏银色调的 闪这颗推荐给喜欢比较高调的妹子 但是我觉得像我们日常的话 光点下鼻头或者是眼角的话 用它也完全不会觉得突兀的 只要是很可爱了 今年我就喜欢这种可可爱爱爱心发射 万众期待的口红环节 你们是不是等了很久呀 看到这里的妹子呢 你就有福了 因为我挑了四只 其实原本top10的时候 我也挑了两只呢 因为口红我觉得太多了 没有女生不喜欢口红呀 今天呢我会推荐几个 你们不知道我最爱用的 这一只呢是我一直放在化妆包里的 你们肯定不知道吧 因为我化妆视频里其实没有用到过它 我日常比较喜欢的这种 虽然我素颜也会涂它 因为涂上去以后完全没有攻击性 只有我今天涂的就是这只 它是一个肉桂豆沙色 断光质地真的超美的 而且这一只很好涂 因为它这个笔头呢 是一种比较小巧的 刚好整个按我们嘴的唇形 涂起来很方便 我今天是叠加了一层那个唇油啊 所以会稍微这种玻璃唇的感觉 眼影可以稍微浓一点 衣服可以稍微亮一点 但口红就可以用这种低调一点的颜色 让人觉得柔柔的但是又带有那种玉的感觉 这个包装我真太爱了 就很有质感 看着就很贵 我把我今年使用频率最高的颜色呢 放到最后时候 另外一只呢也是金属的包装 这个呢是Cucci的唇膏 我相信你们都知道我对Cucci的爱强烈呀 我对Cucci的口红摆了一盒 所有颜色我都买了 这个呢颜色呢是505号色 这个分叶色呢还是很复古 带一点棕调 它也是断光质地的 而且就算你是黄皮的话 除了它也很显摆 真的是黄皮友好色 我觉得Cucci的口红也是 放在包里你拿出来的时候补个妆 装在咖啡店 觉得自己都很有品味 过年想想力自己买Cucci口红的505号色 又喜案例给你们 我的日常最爱呢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猜到 这一年从头到尾 无数次给你们种草的 我最爱的一个组合 我一般喜欢用个唇釉来打底 晕开了以后在中间叠一个口红 先说这个唇釉啊 我今年最爱的是这个欧莱雅的223号色 这一只呢我很喜欢它的质地 它是非常软糯的柔雾质地 这个其实我也觉得算是一个豆沙乌龙色吧 但是官方称它为蜜桃乌龙 其实我觉得它颜色应该也算是肉桂色 就很奶的那种 它和我现在涂的这只是我日常最常涂的 然后但是像参加活动呀 或见朋友呀 派对呀什么的 我会迪加这个蓝蔻888 这只黄皮涂也很显白的 它是暖掉的莓果色 清雾质地也很好涂 因为红色的口红啊 有时候你涂不好 或显得有一点点的不高级 它这个质地呢 可能是那种恰到好处的雾面 就算我不管穿这种亮的衣服 涂了它以后还是觉得很高级 这个颜色真的是永远的神呀 我也不知道怎么多余地形容它了 你们可以看我以往的视频 跟你们暗历过无数次了 真的太好看了 我真的强烈可以推荐给你们 888好色 总之2021年 我使用频率这个 当然是他们两个咯 他们俩在一起 我称之为 幼气色 2021年的最爱 今天就分享完了 我的所有爱用物 也算是给我的2021年一个总结吧 希望明年的时候 你们催我也初年多爱用物吗 我之前一直认为 因为经常看我的化妆视频 我会把我喜欢用的好用东西 会多频率的出现 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知道 我喜欢用什么了 我就觉得 没有必要坐在这里再说一遍吧 但是我发现可能很多妹子呀 今年在买东西的时候呀 看一个这样子的总结性的视频 也蛮好的 给很多人购买的时候更加方便 真的今天这个视频 我真的是百分百喜欢 而且用下来不好用 你可以来留言问我 我跟你讲真的超级好用 人生最爱了 想变美的妹子呢 不妨过年的时候 给自己一份奖励 那么还想看什么视频 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2021年呢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2022年的话 也要靠大家咯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记得订阅哟 爱你们 欢乐的一期视频 就这样结束了 怎么办 我还不想停下来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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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